虽然已经预测到波赛东的攻击 但由于其速度太快 佐佐木还是被重创 这是波赛东第一次开口说话 说完再次发起攻击 三叉戟由雷鱼般向着佐佐木倾泻而下 波赛东准备一口气击溃佐佐木 身为大海的暴君 佐佐木在他眼中只是一条小鱼 在如此狂暴的攻势中 佐佐木不断躲避的同时 还在学习波赛东的招式 但即使这样 不管如何追赶 本因为已经触手可及 却又被推开 这种感觉就像深陷海底 是如此的压抑窒息 在狂风咒语之中 佐佐木发起反击 被波赛东躲过之后 单手反握刀柄 虽然这一刀已经足够快 但在轻蔑的眼神中 波赛东已经闪现着佐佐木身后 佐佐木一脸的不可置信 挥刀毁砍